推着轮椅带富人去医院 但山区到市区路途遥远 也凸显了偏乡医疗问题 偏乡医疗门诊缺乏 如何把疾病筛检出来也是一大课题 新北市打造全国首创 维光守护创新整合照护模式 藉由智能科界远距医疗 希望能补足长者和失能者的需要 新北市四百多万人 偏向到市区六万五千多公尺 车程两个小时 对长辈来说不是一个短的距离 加上新冠病毒席卷全球 新北市在医疗体系也提高了应变能力 专责病房 防疫巴士 防疫计程车 连照护员也全副武装 透过远距科技服务没有中断 疫情当中淬炼出进化版的防疫照护网 预计2030年完成29区智能卫生所 要打造更安心友善的空间 TVVS 新北市总统报道 请支持TV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